郭文貴議員 主席、行政院團隊、本院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這一本是今天,江院長即將針對核四所提的專案報告 我剛剛前文把它看完 江院長有提到,理性溝通,擴大全民參議 但是,昨天國民黨所提出的核四公投組文 卻是為了配合馬總統所主張的,核四一定要蓋好 也一定要運轉 在這樣的一個思考之下,又想利用公投法的缺漏 讓核四強度觀山,是充滿著政治算計 也更加凸顯了明天緩和遊行的正當性 我想在這裡,我必須嚴正提出來 有了核安難道一定要運轉嗎? 有了核安難道要運轉嗎? 在台電跟聯人會還沒有提出正確的資料說服人民之前 先是我們江院長保證不會有核災 後面又有馬總統的狂語 昨天這樣國民黨團的一個核四公投組文 我想問馬政府,你把人民放在哪裡? 過去,我們台灣已經有四座的核能 三座核能發電廠 現在核四廠是我們人民做決定的重要時刻 核能安全是政府本來就應該做的事情 但決定要不要核能,應該交友人民來做主 請馬總統能夠提會民意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但是有了核安,如果人民不要也可以不要核能 所以本席將於這個會期提出原子能法的修正 希望在核四廠或者任何核電廠要運轉 要商轉之前必須經過人民同意才能進行商轉 這個是確切能夠保障人民的意志 由人民做主的一個方式 包括未來的核一、核二、核三廠 是不是要延續運轉 也必須透過這樣的區域性的公投來做決定 台灣到底有沒有那個本錢 有那個實力可以進行全國性的公投 我只要這裡提醒江院長能夠研究這個問題 但是區域性的公投 我們在澎湖的博弈公投已經有經歷過了 現在